一说到这蒜苔怎么吃 你们是不是先想到的炒肉 今天咱们做一个新的吃法 保证你没有吃过 首先去我们吞头头 炸一把嫩嫩的蒜苔 给它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的蒜苔 咱们把尾巴切掉 切下来的蒜苔尾巴呢 咱们不要把它扔掉 咱们可以拿来炒鸡蛋 烙饼都可以 然后锅中烧水 放入一勺盐 再来点食用油 水开以后咱们放入蒜苔 煮至一分钟 然后咱们捞出 家人们 咱们在烫蒜苔的时候呢 水里边一定要放点油和盐 放盐呢 能够增加它的底味 放油呢 烫出来的蒜苔 特别的绿 视频录一半呢 弟弟又后着脸 别出来给你们要双鸡了 演一个吧 弟弟都这么说了 冲着屏幕上 点两下 祝你们身体健康 万事如业 感谢 点两下 焯好水的蒜苔 咱们放入凉水中 迅速的给咱投凉 这样吃起来口感特别的清脆 而且呢颜色也特别的绿 锅凉后的蒜苔 咱们给它撕成小丝 撕得越细越好 全部撕好以后 咱们剁点蒜末 然后咱们再切点红椒 搭个颜色 接下来碗中放入蒜末 放入干辣椒 用热油爆香 放入一勺生抽 一勺米醋 一勺精盐 一勺白糖 用快的搅拌均匀 然后将摘好的蒜苔 控干水分 放入红椒丝 倒入最好的料汁 最后的重点还是要提醒大家 咱们在拌凉菜的时候 不要用手抓着拌 一定要像我这样用手搂着拌 这样拌出来的凉菜呢 好吃有形还好看 蒜苔 你要在家像我这样拌 哎呀妈呀 老好吃了 最后还是那句话 关注我说不定还真有点用 感谢